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熊连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我们上节课介绍过 一个组成外部的 需要哪些技术的构件 对吧 那这节课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构件构成一个网站 那么这个网站 也就是外部的一个工作原理 好吧 那这节课是我们 外部工作原理介绍的一个内容 那我们要想看一下这个工作原理 我们就得用图形来表示一下 让大家能够好的理解 那首先呢 我们打开一个画图的工具 来我们打开 把这个画图大一点 看一下 咱说了 外部也就是BS程序的结构 是这样的吧 那BS结构呢 那肯定就分客户端和 对 浏览器和服务器 对不对 所以呢 假如说这个是妹子的电脑 它这里边呢 开启了一个浏览器 对吧 浏览器很漂亮 它得有一个什么 得有一个地质玩 是不是这样的 画的像浏览器吧 你可以把它想成 咱前面说的 构件中的任何一款浏览器 对吧 爱意 果肤 对不对 苹果等等 谷歌一系列的浏览器 都可以 对不对 但是能说了 爱意浏览器 那得分极种啊 大致上咱们做开发的时候 爱意和非爱意 对 爱意和非爱意 对不对 能说了 非爱意的是符合标准的 爱意的是怎么的 不太符合标准的 但近来 近两年呢 比较怎么的 比较好 这些新版本出来呢 都在走向标准化 对吧 咱说其实 最可气的呢 它怎么的 它跟别的产品 怎么的 不坚弱就算了 最主要的爱意 自己的这些版本中 也不坚弱 这个是比较难调的 比如说爱意六 爱意七 爱意八 对不对 爱意七 爱意八还好 再逐渐接近标准 对不对 但爱意六挑起来 实在是太难了 但是呢 国内目前 使用爱意六的用户 在逐渐减少 对吧 比如说一些学校的机房 它都是用那些 ghost的 或者怀疑软件装的机器 那大部分还是爱意六 但是个人版的电脑 一般都升级爱意八了 对吧 所以呢 可以说 从现在这个点开始 那么你在编程的时候 可以忽略爱意六了 因为爱意六 开发的时候 调它和其他的兼容性 实在是太难了 对吧 所以呢 爱意六 你现在可以忽略了 谁来引导这个 如果那些大的网站 对吧 比如像百度啊 腾讯啊 对不对 这些大的网站 如果他们对爱意的接上秀 他们不管了 对吧 而且我们呢 还天天使用的是这些网站 对吧 一看爱意六包市 我就得升级版本 变成爱意七 爱意八 对不对 所以大的 随着大的网站 不止是爱意六 那么普通的网民 也就慢慢的 怎么到 升级自己楼栏器了 对吧 这是有一个趋势的 好 浏览器有了 浏览器负责干嘛呢 咱说它是一个代理 对吧 代理干嘛呢 帮我们请求一个网站的 对吧 那如果他不帮我们 我们怎么请求啊 那请求网站是请求的 阿帕奇 对不对 也就是外部服务器 我们不用它 其实我们也可以请求一个网站 对吧 但是我们请求的 比如说 后期咱们会讲 在服务器上 看吧 比如说在这服务器上 我们这话 建一个 文件 这后期咱们会讲 比如说 PP代码之类的 对不对 然后这里边 我写大量的代码 比如说 H1 我就假如说H1 对不对 然后这里边 我放一个标题 比如说 用英文吧 它字幕机不支持 我就随便写一号A吧 可以吧 这是不是就是一个网页啊 对吧 那这个网页 如果我们不用浏览器 它就是属于网络协议中的 对不对 只要我们有网络通信 其实我们就可以绑绑到它 浏览器只是帮忙的 比如说我们打开命令行 在这个位置 它有一个命令 我们可以用机器 一般都自带一个连接命令 Taranize 我们连接我们本机的80端口 看到了 连接本机的80端口 当然我这文件 我先最好给它改正名 比如叫做 index 比较P 改正这名 你看 我直接一回车 我们需要等待一下 你看 这行A是不是就反应到了 对不对 其实我们不用浏览器 也可以请求网站 如果我现在是联网的话 我可以任意去请求一些网站的 比如说 Taranize 对吧 Http 有这样吗 3w.百度点看 对吧 80端口 回车 你看 这个百度不要清楚 反正一个句调 对不对 如果可以的话 咱们再换一个网站 吧 比如说这号 3w.lamp Broad.980端口 你看 这就是请求咱们这个网站的主页 对不对 但是呢 对于普通用户来说 我能请求那个 那服务器给我发布页面 这是RTAN代码 对不对 我能看得懂吗 是不是看不懂 当然我是能看懂的 对不对 你能看得懂吗 那我们用什么请求比较好吧 那我们你看 打开个浏览器 同样是这个地址 对不对 我用这个浏览器地址 跟刚才过程一样 也是请求这服务器了 这服务器也把这个东西给我发过来了 对不对 对吧 那浏览器去做代理 什么叫代理 就是帮我们干这个事 他帮我们去请求 把数据是不是给我们都反回来了 对吧 那反回来这个 是不是他就翻译成美妙的页面了 对吧 如果咱们用其他的工具 不是浏览器去请求的话 是不是就是群代码发过来的 听懂吧 这就是大家要考虑浏览器这个问题 对不对 那我们看一下 这块浏览器画好了 那有浏览器是不是咱们就得有服务器 对吧 比如说这块是一个服务器 那服务器上是不是得装操作系统 对吧 那假如说这块装的是操作系统 现在妹子你知道操作系统都有哪些 操作系统 那是一个windows对不对 可以是windows的服务器版 也可以是应用的XP 对不对 也可以是温期 对吧 那还可以是Linux 还可以是unix 对吧 总之服务器对吧 就是一台电脑 只不过这个电脑配置 有可能比我这个本要高一些 对吧 所以他就是跟咱们电脑一样 我的电脑都可以做服务器 对不对 配置好一点就可以做服务器 特别是做PSP的开发 你花两个月钱 买的服务器都相当不够了 但现在呢 后期为大家介绍 现在都是云时代的 对不对 现在一般都是用云服务器 那个云服务器会 性能会更好一些 那我们看一下这块 这就下一台 你就想象普通一个电脑 把它想象高老师这个笔记本 都可以对不对 那这个机器上 可以装操作系统 可以是unix 可以吧 也可以是Linux 也可以是windows 是不是都可以啊 嗯 然后 我是不是想在这会请求这个网站 对吧 那妹子呢 前面介绍那些图件 这是一个服务器 服务器上有操作系统了 操作系统里边装什么软件 才能发布网站 对 阿帕奇只是外部服务器中的一种 对不对 咱需要装一个外部服务器的软件 也就是在这里边需要装一个软件 看到了 这个软件咱们叫做外部服务器 我这给它起名 就知道 外部SERVR 这个W叫大鞋 对吧 外部服务器 那外部服务器可不光有阿帕奇 对吧 阿帕奇只是其中的一种 对吧 还可以什么 TOPPAT TOPP 还有IIS 这些都叫做外部服务器 知道吗 这些都叫做外部服务器 那 外部服务器 那这一个操作系统里边 就能装这一个软件吗 我还可以装 FTP服务器 对吧 邮件服务器 对吧 只要是操作系统 都可以装任何软件 听懂吧 那这些软件是不是等待别人去访问它呀 它就得怎么的 它就得运行起来 等待别人访问 监听 对吧 那我这里边如果开了 在一个操作系统里边 如果开10个软件 20个软件 那我机器找这个服务器的时候 怎么就能找到阿帕奇呀 怎么就能找到邮件服务器呀 怎么就能找到FTP呀 就像你找到这个楼了 找到那软件了 对不对 你想找到哪个班机 是不是得用轮牌号啊 在那楼里边有十多个班机 对不对 对吧 那你写找什么 轮牌号 那每个服务器 它都会有个端口 那外部服务器呢 一般默认的端口 什么端口呢 对 开个口子 咱想象一下 这块是什么 80端口 80 这块啊 开个端口 80端口 是不是开通了 那 开个80端口 你想象一下 其他服务器有自己端口 对不对 所以我请求这个服务器的时候 我必须知道两个东西 一个我得知道这服务器的地址 那 全球电脑数多了 对不对 比如说上一台电脑 你怎么就能找到这台机器 对吧 所以那机器肯定有个IP地址吧 比如说这个IP地址是10.13.14.15 假设这是它的IP地址 对吧 那我通过IP地址 是IP地址就能找到这台机器 对吧 找到这台机器 我通过撞了号 就能找到什么 找到这个服务 对不对 所以IP加专口就组成了一个Sogit 当然后边咱们都会介绍的一个东西 这个只是大家先了解一下 会涉及到一些名词概念 大家能尽量去吸收就可以了 不用说太过于掌握 所以在后边的学习这东西肯定是能掌握的 OK 然后我们在客户端这话 是不是就请求他来给我们完成我们要的页面了 对吧 那首先在地址了这块 我是不是这话就可以输入地址了 对不对 那输入地址这话 我们一般的地址都怎么写呀 怎么写啊 对 http 罢号 3w点 lampbrother 点耐特 对不对 请求下边的 比如说 peerp下边的 对不对 视频点 peerp 点rti8 看一下 是不是通常地址咱们看到的都是这样的格式 那我就这样的格式 有个问题了 什么呢 这块咱们管它假如就要请求的话 那这不是IP地址吗 你这个三大 有点lampbrother 点耐特 这是什么呀 这是什么 这是语名 就知道吧 就像咱身份证一样 身份证上有名字 有身份证号 其实区分 人和人之间的区别的话 主要靠身份证号 对吧 但是身份证好记吗 不好记 你不能说 叫妹子 什么23210 什么1990 什么什么的 对不对 那不行了 对吧 所以这不好记 所以有个名字 币烟竹 对吧 币烟竹就相当于育名 然后它对应的是它身份证号 所以咱们这会有一个预名 对应的就是IP地址 对吧 那咱们一访问的时候 它通过DNS解析的 所以咱们配置网络的时候 大家别忘了 比如说我们在 这个网上邻居的时候 配置网络的时候 一定得配置什么 不是配置DNS 你要不配置DNS的话 不是说你的什么包是 你看下边是不是使用DNS 不配置DNS网络是可以通的 但是这种域名是解析不了的 知道吧 DNS专门在你配置这个地址 它也是一个服务 专门帮你翻译的 就是你书的域名翻译成地址 对吧 我们可以简单用命常测试一下 比如说NS LOOK 你看我这书 你看我的域名服务 是不是这个 比如说3w.lampbrother.night 你看给我翻译成的地址是多少 是不是117.79.130.170 所以咱们LAMBROTHER的服务器的IP地址是这个 那我一输入3w.lampbrother 是不是就翻译成这个 所以在我们这话 请求的时候 知道原理了吧 我在请求的时候 这个地址会先找谁 先找DNS 也就帮我们翻译成这个域名了 对不对 将这个域名是不是翻译成这个IP了 对吧 然后我们是不是就能定位到这些机器了 那具体的它怎么细节的着 咱们因为时间关系 咱保证没几十五分钟左右 对不对 那咱们下节课再相信介绍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咱们就将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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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